哈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太太跟我的家人們 然後我要感謝我一個朋友叫葉阿里 然後想像朋友寫作會 對他們都對我寫作過程中 有非常大的推力跟確定 我自己能不能繼續寫作下去的一個幫手 我覺得很感謝有他們 我想要感謝寫作讓我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寫的過程之中 我也可以重新體會我那個時候的經驗所發生的事情 這些校園裡面所發生過的點點滴滴 其實都應該是我很想去感謝的 詩的發聲其實是很神秘的 有時候激進於無中生有 可是詩的完成需要很多緣分的聚集 而這些緣分都是我非常感謝而且肯定的 我開始創作讀點詩是因為我們成功大學中文系的試選課會規定席座 然後寫了之後老師們就會開視頻 在老師的循璇效應用之下 就引發了我對創作讀點詩熱情和興趣 能得這個獎我覺得最大的需要感謝的是我一個在北大學節嘉倩 因為在2018年的時候我去日本 她在那邊開了一個民宿 我在那邊進行了三週的藝術幻宿的活動 然後在那段期間呢我就觀察了台灣跟日本的文化的差別 然後在那段期間就開始構思這個劇本 所以如果沒有那三週的時間在日本的生活的話 我覺得這個劇本應該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所以我非常的感謝他 同時間我也要感謝一直陪伴我創作的一些老師跟同學 包括思維芳老師跟北一大劇集創所 劇本創作組的白七級的同學分享 最後也感謝有文學獎這個機會讓我的才能 就是比較能夠讓人看見這樣子 真的很感謝 沒有 就感謝我自己 因為這是一個獨角系的劇本 我覺得對於絕大多數的寫作者來說 你的作品都必須要得到讀者的認可 不然你沒有必要寫書 就寫日記就好了 所以這本書如果某種程度上 他得到閱讀群眾的肯定的話 我覺得他是對於我繼續進行寫作這件事情 非常重要的一個鼓勵